我们说天庭饱满,地格方圆,印堂发亮,印堂发黑 这些东西我们常人普通人没学也都不知道 口味传唱 所以说这些东西为什么能流行呢? 所以说它很重要 尤其我们说天为什么要说那么多 你看首先天的话 它也可以大概分成三个部位 三种分的话 这上面代表分析判断能力 如果这块好,那就好 这块如果有骨突出中间 那就代表它的记忆力好 这个骨头尤其重要 就是你一看我们说身有异股 有异象指的就是大多数指的是这种骨头 很重要 它又撑起来 你整个的这个气血它才会这样转 下面挨着眉毛这 这代表观察力 这块美股 这也是 这个 饱满 圆润 光泽 这些 有一股 这些 然后呢 下面 帝哥要方圆 你说主持人 你的这个帝哥不方圆 其实 这个 呃 瓜子脸的人 他这个十个人 九个命不好 现在所以说都说瓜子脸好 都搞不懂 还有一个那就是非常的好的 这叫木形 十个木形 九个皮 火形是上面加尖下面宽 你说有这样的吗 有 你去看看 然后 土形 就是 就是整个的比较顿厚 放 脖子脸 你看为什么这种当官的土 土代表中央 代表这个 但是 你看咱们这个木形如果长得好的话 也能刻度 也能 比如说高叉呢 指挥啊 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也是存在的 不管你是在 哪方面 甚至说世外高人 对吧 这种而且老道一般瘦 这个 嗯 当然你要是太早的发福啊 这个下帝格要方圆的话 不太好 你想浮想的太早 嗯 从小我也是 帝格方圆 我小时候那个照片特别 好看 长大 他因为我身体一些病灾 再加上很多东西不懂 搞到这个骨骼都在扭曲 我不说啊 就是有 有些感觉 大家就是很难想象 有些人的命他是有天机的 现在我也在变 变化很大 嗯 就是再过 两年吧 啊 看看我这个这个变化 一个 包括这个 就下面这个 这代表水嘛 上面代表火嘛 如果我命里这个水 不足 有缺 所以但是走这个金水 这个一期的大悦来了 就是骨骼啊 等各方面 他就要调整了 早年他是就是拜的很厉害 嗯 所以说有些人这个命是不太好算的啊 就光看 尤其看面相 修行人大善大恶的 这种 这种 还有包括这种高智慧 智者 这些人的命不太好算 改变的 概率这个改变的程度会比较大 嗯 嗯 地格方圆 就是代表能想的 想得了福啊 能这个承托器 这个天 如果你光像我现在这样啊 目前这种转 就是有点不得志啊 你看下面 上面这些都还可以是吧 地下拖不住那么多的福 所以说 嗯 就这样 然后还有水型呢 也跟土型差不多 啊 就是一个 比较圆一点 啊 然后金型就是完全的方 有能有脚啊 这种人 呃 军警 比较多 军警 当然火星也是啊 很多 就这方面 武将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